我怎麼知道 不要小看他應該 所以他也是要一天 天啊 我現在到新竹了 天氣也太好了吧 我眼睛完全睜不開 今天呢 是新竹的一日 vlog 就是我要來玩新竹一日遊 但是呢 其實今天有一個最最最重要的目的是 我們要幫Jessica慶生 就是 我假裝我要來新竹拍影片 然後 我跟Jessica一起去吃 中餐還有下午茶 然後到第二個下午茶的時候呢 花花跟菅如就會出現 然後就會突襲他 讓他有一個surprise的感覺 希望有騙到他 我希望他沒有察覺到我們今天要給他這個驚喜 對 好 那我現在準備去前面搭計程車 去第一間拉麵店了 今天真的好熱 我在想說風很大的話 應該要穿一個氣氛秀 結果我現在真的快熱死 而且我今天忘記帶那個收音的麥克風 希望聲音不要太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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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們到拉麵店了 然後那個 Jessica在我前面 我們要繼續吃飯了 好開心喔 今天有一種真的很放假的感覺 欸現在風沒那麼大了 可以講話了 反正我就是到店了嗎 我已經講完了 我要進去吃才知道 其實這附近好像有兩三間拉麵 然後這間好像我覺得是評價比較好 因為有人留言說吃了就會像回到浴輪 所以我就立刻被那個留言打重心 然後Jessica 妳過來這邊沒有這樣 對啊 在心中間會永遠長這樣 你怪最好的 對 我想像妳們過來裡面好像也是很長 這樣子 妳的風度很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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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給 過來 吃 很大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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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給 過來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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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一股鮮味的那種辣 嗨 我們吃飽了 我覺得我覺得 它算是有稍微改良成台灣可以接受的日本口味拉麵 就是它不會有那種很鹹膩的感覺 它是你吃的完也可以把湯喝完的那一種 對 所以它味道上面算是還是偏 怎麼講啊 很難講 反正就是有比較淡一點 然後 Jessica點的那個新味噌口味 它就是一點點的小辣 那種辣會讓你感覺很淡淡麵的那一種 不過它的 然後它的麵是中偏軟的那一種 然後 炸雞很好吃 就感覺它這邊好像是居酒屋更厲害的感覺 可是剛剛它的烤盤壞掉了 我們本來想要點雞肉算不能點 對 以上就還不錯可以來吃一次 報告 到了接近年,Jessica還沒幫生意說 別人的情歌沒有覺得,他好像正在跟我告白 聽點程序的情歌就好像真的很愛你 現在要準備去逛樓下,然後 欸你怎麼那麼快? 拍著樓下,我們待在前面去 那我們就接著下去就好 我們要去逛樓下,然後我想在門口拍個照 然後再走去下一個地方 你們有看到後面在灑水嗎? 剛剛我跟Jessica在這邊拍照的時候 因為我站在這,然後他就要站在馬路上幫我拍 然後我們就要算準那個時機 不然他就會被水噴到 超好笑的,超像以前在遊樂園 你們看到了嗎? 就超像以前在遊樂園裡面玩水的 就覺得,哇,今天真的很開心 然後這就是我剛剛去的一個 叫做霍者的書店 他一樓是書店跟文創 二樓就是你們剛剛看到的地方 然後我都覺得那個巧克力布朗尼 普普,就是他的 比較像蛋糕,巧克力味道沒那麼重 對,所以巧克力布朗尼 可以先pass 現在可以去... 錄進去了 哈哈哈哈 這是我的戰利品們 不要小看他的銀袋 這一袋也是要一千一百塊 哈哈哈哈 我賣了耳環,很特別 等一下晚一點再說 然後這是一間小小的文具店 他是今年六月才開的 然後我覺得裡面是印章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假如你是印章控的話可以來這邊 然後也有一些小東西很可愛 你就覺得很像在日本 因為他裡面放的音樂也都是日本的歌 對 我們要去下一站了 I don't wanna go hom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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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wanna go home I don't wanna go hom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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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今天的是一個什麼概念嗎? 你又要嫌棄我到底是怎樣 可是你那個...你來新竹沒有在麥克風 你真的也是... 我忘記了 因為我前...我週末的時候去我朋友家 然後我想說在... 你在麥克風可以嗎? 網友說在麥克風應該都受到風聲 還好一開始到的時候風比較大 剛剛走過來的路上都還好 那我在後外... 沒有麥克風 我剛剛就說應該聽得到吧這樣 可是因為你曾經重新配過音樂 你很害怕 我們是用陪伴當作禮物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你感覺有沒有很感動 可以 可以個屁啊 你剛剛洗腦只是傻眼耶 他說傻眼 他說來這邊幹嘛 我跟你講我記得這句話 我想說你要來拍音樂 我也要 謝謝你 你也是 我也要拍小廢片 為什麼大家這麼上季 今天是小廢片的研討櫃嗎 我們現在就來拍小廢片 等一下成果發表 你們在幹嘛 他們兩個要自拍 可是很難拍 我拍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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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呢 為什麼很多人 好漂亮喔 我沒有一個人在避難 現在要去吃晚餐了 我們今天是高鐵附近 走路就可以到之旅 這個你有吃過嗎? 這個真的酷 我們要做一個怪人 我們要做一個怪人 我們親愛的壽星 第一個願望 不肯許剛那一個 我希望泡泡能夠吃一口這個吉拿棒 這個不要動作人嗎? 真的 你真的不願意吃喔? 不願意啊 你從幾個 好 我希望大家囉 會有褲子 去吃 哈哈哈 第二個願望 希望大家 都能夠遇到 什麼樣子 不要遇到這些習慣的樣子 可以 大概 三個願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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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了 我們 其實原本的今天行程是到這邊結束 然後Jessica要帶我們去一個很好吃的海鮮 我要加碼 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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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正行程在地人推薦 呃應該說是只要有飛行的人來我都一定要帶你走 嗯 因為我今天去的地方她都沒有去過 對 好不好 等一下 她的頭髮怎麼掉 欸她頭髮整個變超毛 都要喝一下 所以就是 喔麻油蝦 對 對 她有飯可以隨便吃 然後 對 會點蠻好下 焦飯 我們要完成今天的任務 要回泰北了 欸你在影片裡面很像小朋友 因為你剛好在這裡 超好笑 好啦那就這樣 今天已經從新竹回來不知道第幾天了 我終於找了一個時間可以坐下來 分享我在那個雜貨文具店買的東西 首先第一個要分享我覺得這一次最最最挖到寶的是 這一個日本的應該是首作設計師Miyati的耳環 那你們看他這邊這個是非常美比較大的 但我買到的是比較小的 因為那個比較適合我 然後耳夾的也只剩這一個 登登登登登 你們看到了嗎 超美 就是這樣縫把它縫縫縫成一朵花的感覺 超級美 戴起來是長這個樣子 原看的話是長這樣子 就是小巧非常精緻的感覺 然後因為它是矽膠的耳夾 我一開始其實有點擔心說這樣是不是很容易掉 可是那個老闆就有讓我試戴過之後 我就發現這短矽膠還蠻緊的 戴在耳朵上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小小被夾住的感覺 就一點點 所以我就覺得這好像可以買 就很可愛很精緻的感覺 然後這就是這次我最挖到的寶 然後再來呢就是一些小東西 這倒費的啦 首先我就買這個圓點點的貼紙 它就是我受不了這個顏色的誘惑 我就買了 反正它可以貼在任何地方 就是 我現在還想不到 可是就是 想貼在哪就貼在哪好嗎 搞不好有一天我就貼在我的相機上 有沒有 然後我買了這一個 我跟你們說 這個圖案啊 首先就是它櫻花以及富士山 讓我確定要買那個原因 其實我覺得真的 是太久我沒去日本了 我就覺得很痛苦 然後 這些元素就是對我來講 是很日本的感覺 然後配色也是剛好是我喜歡的 這種柔和的顏色 我就買了 然後 我還買了一個 是一個很可愛的紙膠袋 這個超可愛 這個很像衣服的布料耶 這個大森木棉紙的 紙膠袋款式 是真的有夠爆霹靂無敵美 然後這個要240 我覺得這好像以我擁有的紙膠袋來說 真的是算比較貴的 可是 它顏色真的太太太美了 然後我就買 之前我去新竹的時候 都是去姑姑家 所以我們都是點到點 就是在車上 然後這次呢 就是靠著自己的雙腳走 然後稍微逛一下行程 我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我覺得其實跟台北逛起來的感覺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只是路上人很少 然後路很大 然後 呃 我覺得新竹一日遊是可行的 因為像我之前就是新竹一日遊嘛 然後 我自己平常台北一日Vlog 差不多也是從12點開始錄 然後我這次也差不多12點到新竹 所以就可能 提早個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起床 就可以做得到 對 我覺得新竹竹北那一帶還不錯 我下次想要去城隍廟那一區 那邊感覺店家更多 然後更密集 對 好 那以上就是這樣 如果你沒有喜歡什麼 新竹的 啊 如果你們有什麼新竹好店 推薦給我 因為我現在的店都是一些網路上推薦 我想說 有沒有那種你知道 在地人更推薦的 然後像我自己是知道 城隍廟的鴨肉飯 真的超好吃 那時候 Jessica有帶我去吃過一次 我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好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